这种不叫的狗是最会咬人的 这一点林凡是知道的 该死的 还真是被盯上了 哎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林凡问龙萱萱 龙萱萱现在懒得回答他 原本心情还不错 没想到刚到这里就被人给破坏了 而且 究其原因 还是苏清柔说的那句 林凡可能又要去找小的辣 呸 你管得着吗 砰的一下 林凡吃了一个闭门羹 让他一阵无语 好嘛 这都是吃了炸药了 林凡苦笑着离开了女生的宿舍区域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他的房间虽然没有那么大 不过还是很舒适的 带了一个大阳台 随手把屋子里收拾好 然后换上这里发的培训服 到操场上集合 钱川已经在操场上等着了 说是操场 不过就是一个别墅群背后的健身区 这地方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次一共来了四十个学员 训练区也绝对够用 在这里他们被分成了两组 男生十九个 女生二十一个 男生的戏码和女生还是有不同的 他们这边是完全独立 只有需要完成的最后的作业 才会有男女学员相互配合 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女生区的培训老师 我叫王文哲 这次培训我们需要 这个王文哲 看起来和钱川不是一个路子的 林凡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他身上的香水味 一个男人搞得这么骚气 倒是让林凡有些排斥 不仅如此 林凡观察了一下这个王文哲 这家伙的眼睛 一直盯着几个长相不俗的女生身上看 当然 龙玄玄被他看的时间最长 让林凡心里极为不爽 不久之后 他的话被钱川给打断了 他似乎是看不下去这货的演说 好了 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七天的军训 白天军训 晚上交表演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贤传问 这种课程也是第一次推出来 因为很多演员是要不停地赶场子 本身身体就弱 很容易吃不消的 后面的课程 会非常的严酷 所以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 都要能够惊涉得住考验才行 七天的军训 拜托呀 我们拿钱过来 可不是来这里搞军训的 一阵抱怨声从人群里传出来 不过钱川的脸色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令林凡吃惊的是 这次江宇似乎没反对 而且摩拳擦掌的 好像是要表现一番的样子 可是 这陆浩就别提了 那个公主病又来了 我不同意 我的时间是能换来大量金钱的 不是在这里搞什么身体对抗 这种不用脑子的东西 陆浩对着钱川吼了一声 你是叫陆浩对吧 现在的当红小生 没错吧 钱川问 没错 也就是流量比较多一些罢了 没什么好炫耀的 陆浩说到流量的时候 眼睛也是有意无意地 扫了一扫龙玄玄 在他看来 龙玄玄这种出出茅庐的女生 在听到这话之后 肯定是想挤破了脑袋 往自己怀里钻呢 可惜 他会错了意了 龙玄玄根本就没搭理他 只是在一个劲地 跟林凡抛媚眼呢 这让他对林凡的恨意 再次提升了 你们公司说了 要让你增加两倍的训练量 因为你的身体太弱 所以我们也帮你 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钱川这话一出 陆浩接不下去了 钱川继续说道 这次如果你们合格的话 会有一个机会 刘乾坤你们都知道吧 国际大导演 这次是要从你们这些新人当中 选出一男一女两个角色 这一时立即激起了千层浪啊 他这话一出 再也没人敢在这里 唧唧歪歪了 作为真正的演员 谁都想在这个国际大导演的手下 接出一部戏出来 所以这个机会 他们都想握住 好了 想参加的就直接从这里拿军训服 不想参加的就申请离开 这只是第一天 钱是可以退的 这时候还有谁要说去退呀 一个国际导演的戏 那可是杜金的最好办法呀 众人纷纷领了军训服 回到了宿舍里 然后 这军训基本上也是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